传阅分享色情书刊及光盘之地狱果报 前段时间 因有很多事物繁忙 且要闭关内修 导致阿玉一直没机会去地狱提取资料写文章 很对不起大家 要大家久等了 我写文章 一定会在自己精神状态最好时才去地狱 每去一次地狱会消耗一些元气 回来要不断念咒补充 今天精神状态不错 但又有另度空间的力量来障碍我 不让我写 他们的力量也不小啊 又消耗了我半天时间 一日不守戒 即为魔眷属 一定要守戒 阿玉是这样想的 当我遇到任何障碍时 即用守戒的心法去度过 此心法是佛教的 阿玉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目前为止可说是万事万灵 佛涅槃之后 佛涅槃之前 佛涅槃之前对阿南说的 世民阿罗资 以及佛说地势所问经中云 不依佛境界 今可怀残疑 守戒实在太重要了 心里 心里来吧 南魔大孔雀明王 南魔大孔雀明王 现在我要冲破这些障碍 马上去地势了 赶根佛菩萨的加持 乘白莲花出发 马上到地狱 阿弥陀佛 阿玉向判官核实 阿玉今天想请问判官 传阅色情书刊及光盘之果报 判官说 问得好 目前阳间有太多的青少年 有此类不良行为 阿玉你回去 记得告诫 有此不良习性之阳间众生 要立即痛改前非 行德基善 免遭可怕之地狱果报 害己 害人 这讯息太重要 谨记 是的 判官 阿玉回去 就马上写出来 判官说 但凡在阳间自传 或在电脑上传阅色情书刊 及光盘之众生 他们的果报 是等同于卖色情书刊 及光盘众生的果报一样 受地狱报十万年 这是普通的惩罚 严重的 要等他们所传阅的色情书刊 及光盘 在人世间消失 方可脱离地狱之苦 那是无量无边之苦 刚开始传阅色情书刊 及光盘的众生 每传阅一次 马上会被身边黑白上恶巨生神记录 折损福报寿命 折损福报寿命 生前 做噩梦 若是在生前曾经被抓生魂 入边障地狱受罚之后 改过自新的可减免地狱过报 但具体要看实际个案 做最后定论 若是执迷不悟的人 福报用尽 就直接进入邪淫地狱受报 而且还要看他们 所传阅的色情书刊及光盘 属于哪种类型的 若只传阅手淫的 则入通完地狱受报 若只传阅计算机色情图片的 则入电光眼地狱受报 若只传阅一男两女 或一女两男 邪淫光盘 则入齿轮狼蛇地狱受报 若只传阅乱轮邪淫光盘 则入导轮冰天地狱受罚等等 不能禁数 若以上种种都传阅犯过 那就需要每个邪淫地狱 逐一受报了 至于刚才说的那些邪淫地狱 阿玉 你都参观过 现在好回去告诉阳间众生 传阅色情书刊及光盘之众生 是在造作无量无边地狱恶劣 要尽快改去此不良习性 误害人害己 现在科技发达 电脑只需几秒就能将信息遍布全世界 可是有想过吗 这种伤害人灵性的讯息 无形中令自己在刹那间种下了无量无边的地狱恶业 请阳间众生多珍惜难得之人身 不然天地正气失去平衡 必将灾难来人间 令众生反攻自省 到时为时已晚 当灾难来临时 恶业已成熟 人间必定痛苦万分 悲情四处可见 我佛慈悲 特派阿玉你来地府参观 你还是尽快回去 将见到的种种实情 告诉阳间众生吧 阿玉顶礼感恩判官 辛苦您了 呈白莲花回去